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就進入今天要給同學介紹的 腸道的健康非常的重要 我們的十大死因裡面的癌症 基本上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就是消化道的癌症 其實幾乎是居首位 很多都是消化道的癌症 那消化作用對健康的人來講非常的重要 因為所有我們吃的東西 雖然好像進入口中 進入我們的腹中 但是還沒有進入到體內 要進入到體內一定要通過消化道的把關 所以今天要跟同學介紹消化生理 讓你知道每一天在滋養自己身體的功能 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那消化作用廣義的 他實際上是涵蓋消化跟吸收 要把食物轉化成為可以供身體利用的 這種形態 然後還要調節這些作用 好 所以消化作用其實涵蓋了消化作用 加上吸收還有吸收之後的代謝 我們稱為餐後代謝 那整個負責這個消化作用 吸收作用的器官 我們就稱他是消化器官 涵蓋兩大部分 一個是消化道 消化道我們可以用中國人的講法 一根腸子通到底來說明 從口腔一直到肛門 如果我們有一個管子直通的話 是可以直通到底的 那這個消化道就涵蓋了我們的口腔 食道 胃 小腸 大腸 肛門 大家都很熟悉 那這些部位呢 你也注意到它的形狀不太一樣 那除了這個消化道管道之外呢 還有幾個附屬器官非常的重要 包括肝臟 膽囊 還有胰臟 那它主要的在消化裡面扮演的功能 就是提供消化液來做分解的作用 那另外也執行餐後的代謝 好 所以讓各位看一下消化道的配置 好 那從口腔開始 口腔裡面有唾液線 然後沿著食道到了胃部 胃部是一個膨大的這個組織 好 你沒有吃東西的時候 它的容量只有50毫升 50毫升非常的少 可是當你吃很多 去吃那個buffet包肥餐的時候呢 那麼可以有膨大到1500cc 所以胃是一個很重要的 儲存食物的一個器官 然後進入小腸的話 我們的小腸基本上是我們身高的好幾倍 它的總腸大概平均從6米到9米 這樣子的資料都有 那其中12子腸大概占差不多是30公分1米 然後空腸回腸可以大約有5米之多 這些數字讓我們知道小腸非常的腸 目的就是在於執行消化跟吸收的作用 尤其是吸收的作用非常重要 所有的營養素都要盡量的吸收利用 然後再來就有大腸 然後最後有直腸到肛門 好 那我這邊列出一個簡單的數字 就是我們小腸的整個表面積 展開來有300平方米 幾乎是一個網球場的面積 好 消化系統有哪些功能呢 如果我們仔細想一想會非常的驚奇 當然消化系統攝取食物 然後儲存食物主要是在胃部 那食物要有單向流動 不能逆向行駛 所以他需要有一個推送食物往前 定方向的機制 然後分解食物 吸收營養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消化系統裡面也有發酵的作用 那發酵通常我們是用來形容微生物的作用 所以在我們的大腸裡面有大量的微生物 那現在是腸道保健很重要的一伙伴 最後沒有消化的東西 那需要排除 所以我們的整個消化道有排除毒素 排除廢物的這些作用 新的觀念是 我們的消化道是一個內分泌系統 所以我們的腸道會分泌許多的荷爾蒙 一直到遠端控制我們腦部 對食物的反應 到底是飢餓呢 還是飽足了 那另外我們的腸道是一個免疫組織 它有免疫保護的作用 那這很重要 也很值得去思考 因為我們的整個腸道有這麼大的表面積 都是在接觸外界的環境 除了食物以外 各式各樣的能夠從口進去的物質 那麼都包括細菌 微生物 藥物 毒物 都可以從腸道這裡來跟來接觸 所以需要有非常好的保護機制 那這是腸道 消化道整個的功能 而通常很多人最好奇的一個問題是 我吃進去的食物 到底經過消化道要多少時間 我不知道你想像的時間是多少 但是科學家也很好奇這個問題 所以他們用一個不會吸收的元素來做追蹤 那看它流經我們整個消化道的時間 到底是怎麼樣 那麼從口到食道很快 所以其實第一個 餵時間比較長的是我們的餵部 那這裡是橫軸是分中 那縱軸的話就是到底餵滿了之後 那麼排空的速度是多少 所以百分之百就是全滿的時候 然後慢慢的這個排除 所以你可以看到餵滿的時候 到幾乎要排空差不多要三小時 那另外一端呢 排空 餵物的東西排空之後 進入到腸道 最後的末端就是大腸的地方 所以從大腸這裡接受食物的狀況 也可以看出食物流通的速度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大概要五個小時之後 大腸裡面的東西才開始慢慢的增加 然後食物流到大腸了 全部都流到大腸的時間呢 可能就是要六七個小時了 這是食物在我們消化道裡面旅行的時間 那如果看量化的數字呢 你會看到胃部的食物要排空一半 大概需要三個小時左右 至少要兩小時 那這當然跟我們的食量有關係 那胃部要全部清空呢 可能要多到四五個小時 如果這是一個大餐 真的吃飽 吃滿 那小腸呢 小腸要排空差不多也要三個小時 要完全通過大腸的話呢 那可能就不只是一天的時間了 所以食物的殘渣確實可以在大腸裡頭 停留的滿久的 消化系統的物質怎麼樣子的流動 那跟我們的吸收的營養素的去處有關 所以在這裡跟各位介紹一下 還有兩個流動的系統 一個就是血液循環 我們消化道器官需要有集氧 他需要氧分來維持自己的機能 也需要氧氣 那這些氧分氧氣從哪裡來呢 原則上沒有吃東西的時候 他就是從血液循環來 所以我們身體從心臟連結出來的大動脈呢 那下腸的動脈就會攻擊有氧分的血液 到所有的消化器官 那從消化器官流出來的血液呢 他會彙整到靜末端 對不對 所以這裡用藍色來代表靜脈 那小腸的血液 消化道的所有的血液彙集之後 形成的靜脈 我們稱它是肝門靜脈 通常我們對靜脈的概念 就是這些靜脈血是流向心臟的 可是肝門靜脈非常不一樣 是流向肝臟 所以你也可以想像到 假如今天從小腸吸收的食物養分 那麼進入到血液循環 基本上先經過肝門靜脈到達肝臟 所以肝臟是接收食物裡面的任何成分的第一個器官 好 那除了有體內血液循環的運送吸收的物質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跟腸道有關的循環系統來配合 我們稱它是腸肝循環 那這個循環是怎麼樣的看呢 它的循環實際上指的是 從肝臟膽囊流出來的物質 它經過了我們的腸道之後 到了腸道的末段 有一些物質是可以在這裡吸收的 可以在這裡吸收的 所以吸收之後一樣可以回到肝臟 因為這邊有腸道的系統 然後吸收之後跟血液系統連結的時候 可以回到肝臟 所以這整個你可以看到叫做腸肝循環 是消化道系統跟肝門靜脈的系統配合 很多物質就可以在這裡循環 那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的膽酸膽鹽幫助脂肪的消化 每一天我們三餐吃下來 宵夜吃下來 那麼需要消化脂肪的時候 膽鹽的用量大概要20到30毫克公克 可是我們的膽囊裡頭 身體儲存的膽鹽有多少呢 只有2到4公克 2到4公克怎麼去滿足 一天要20、30公克的需求呢 唯一的辦法就是循環利用 所以每一天吃過飯之後 那麼膽囊收縮 膽汁排出來 然後在腸道裡面進行幫助消化的作用 最後膽鹽可以再被吸收 再送回肝臟 那一天這個膽鹽的回收循環的次數 大概會有10次之多 甚至更多 看我們的飲食 所以腸肝循環呢 血液加上腸道的系統 是非常有效的 我們身體的資源回收 如果沒有這個資源回收的話 我們要耗10倍的能量 來合成許多消化所需要的物質 那這是物質的流通 接下來要向大家介紹的是消化道的組織結構 那這一個管子從胃部開始一直到大腸 其實它的組織結構是非常類似的 它分成四層 從腹腔這一層一直到腸腔 腹腔指的就是靠血管的這一部分 腸腔就是食物流通 接觸食物的這一面 所以我們從腸腔這個部分來看 第一層叫做黏膜層 這一層很重要 跟我們的吸收有關 黏膜之下叫做黏膜下層 它是有結涕組織 免疫組織 血液 血管 淋巴組織的地方 所以它在這層裡面協助營養素的運送 然後就有兩層的肌肉層 它有兩層的肌肉層 平常你看到的食物的小腸 你看到的其實最明顯的構造是肌肉層 那為什麼腸道要肌肉層呢 這樣子才能夠幫助我們腸道的蠕動 任何時候需要運動 需要動作 都需要有肌纖維的參與 那在肌肉層之外 膠膜層就是跟我們的腹膜聯繫的 這樣子的一個肌肉的結構 好 所以從食道開始一直到大腸 都是有四層的結構 可是這四層的結構在不同的部位 是不一樣的 比方說像食道它比較薄 沒有什麼凸起的部分 好 就是很薄的黏膜層 可是有比較厚的肌肉層 到了胃部的地方呢 它的胃壁黏膜層底下的這些 黏膜下層還有肌肉層呢 也是都是比較明顯的結構 那小腸呢 小腸就不一樣了 它的肌肉層不厚 可是它的黏膜層跟黏膜下層非常的明顯 所以我們說小腸的絨毛 其實指的就是黏膜層的結構 那大腸呢 大腸又跟小腸不一樣了 它的肌肉層又變厚了 它的黏膜層的這個長度 高度就變小了 所以四層的組織結構 會隨著它的功用而不一樣 好 那我們再來就把每一個重要的器官 給大家介紹一下 那這些器官都在你的身體裡面 隨時在幫助你工作 我們先講一下胃的構造 胃的長相像這樣 那食物從食道流下來進入胃 然後再流入小腸 那胃部呢 要控制食物的流向 所以食道跟胃中間有一個 所謂的下食道擴約機 它會收縮 所以食物不會逆流 那在腸道的這一端 也有一個幽門擴約機 可以把食物往前推擠之後 它也不會回頭 那我們的胃壁呢 其實是一個新陳代謝非常快速的組織 所以任何時候有傷害 都可以很快的修補 胃壁的細胞每24小時更新一次 那可以快速的修復 這樣子的修復作用 在不知不覺當中進行 那可是不表示說 你可以任意傷害你的胃 好 胃裡面做些什麼事情呢 我們都知道胃部會分泌 胃酸 會分泌胃液 它其實它主要的結構 就是在胃的表層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 我們看不見的凹下來的腺體 那我們稱它是胃腺 稱它是胃腺 就表示它會分泌物質 它分泌什麼東西呢 我們如果看這個胃腺的結構 它有多種不同的細胞 比較上層靠近出口的細胞 是分泌黏液的細胞 我們就稱它是黏液細胞囉 然後它也會分泌鹼性的離子 然後在這個管道裡面 就有B細胞 它用來分泌胃酸 那還分泌一個叫做內在因子 是幫助維生素B12吸收的 那再往下沿著管道會有所謂的主細胞 它就是專門在分泌胃蛋白酶的 所以可以消化蛋白質 那在黏膜層的下沉裡面 還有一些內分泌的細胞 比方說可以分泌胃蜜素 可以分泌這個主脂胺的成分 屬於分泌的內分泌的細胞 或者是免疫的細胞 那這是胃部的各種不同的細胞 配合起來的工作 那黏液細胞放在開口的地方 非常的重要 因為透過這些黏液可以保護胃壁 所以讓蛋白酶不會消化自己的組織 好 那在胃跟食道的這個關卡上面 比較需要注意的就是有所謂的胃食道逆流症 假如這個擴約基上失功能 那食物就會從胃部逆流 那這個疾病基本上在台灣的盛行率是增加的 因為它跟我們生活的緊張度有關係 那西方國家可以高達20%到40%的發生率 那主要就是擴約基的功能異常 基本上它就是容易鬆弛 那會造成什麼結果呢 這是食道被胃酸侵蝕的結果 一定是發炎 我們沒有一個組織可以去耐受胃酸 這麼強的酸 那胃食道沒有保護 所以會產生潰瘍 常常這樣子的症狀 這裡的細胞增生會異常 那很可能產生成為癌症 什麼樣的原因呢 當我們的胃被撐得很膨大 以至於這個擴約基都可以被撐開的時候 那麼保食大餐就很容易引發胃食道逆流 還有知識 吃完了東西就開始躺下來 那這些都是現代人比較容易碰到的問題 任何時候腹部受到受壓 也就是從胃部開始那麼承受壓力 那體型大的人就容易有這種 發生這種情況 那另外的話呢 孕婦當子宮變大 就是把胎兒就是頂住胃部的時候 也會產生這種現象 所以這是婦女需要額外承受的一個狀況 那另外有可能就是像香菸 藥物 咖啡等等 它會讓我們的擴約基它的緊張度 收縮度不夠 那這時候就會很容易這個放鬆開來 那我們無法去控制的就是先天性的缺陷 所以這是在胃部會 現代人會比較容易碰到的疾病 好 另外一個疾病是胃跟十二指腸潰瘍 會產生潰瘍都是因為黏膜層的保護上失 然後胃酸的侵蝕 所以未必自己本身可能會受胃酸侵蝕 跟它最接近的食道跟十二指腸 不管是上端或下端都有可能受到胃酸的侵蝕 好 那盛行率就是一生都受到這些潰瘍的 這個病痛的可能會有10%到20% 那過去我們總是把這個潰瘍的病因解釋 成為是壓力太大 然後飲食不當 可是現在比較清楚的病因是因為微生物的感染 有一種細菌叫做胃幽門感菌 那一般健康的民眾 自認沒有任何的疾病的 也沒有胃潰瘍的人 其實都有58%的人在胃部可以找到這種細菌 那如果是有十二指腸潰瘍的話 基本上高達八成到九成的都是跟這個細菌有關 那胃潰瘍的人也是一樣 所以換句話說 造成潰瘍的很重要的病因 其中一個就是幽門感菌的感染 那胃癌的人也有六成 都是從這樣子的因素引起的 什麼樣的人會發病呢 可能跟個人的體質有關係 那不管如何的成因 只要是潰瘍開始發作 那麼是幽門感菌所引發的話 最有效的治療方式就是用抗生素 因為是對付細菌 所以同學現在有一個概念就是 只要使用抗生素的療程 你都要遵照醫生的主婦 那麼把抗生素的整個程序走完 才不會利用抗生素來培養抗藥菌 存活的細菌常常就會變成是抗藥的細菌 好 那胃部比較重要的事情就介紹到這裡 接下來我們就來介紹小腸的組織構造 小腸非常的重要 在治療非常病態的肥胖的情況下 會利用小腸切除的技術 那切除一段小腸就可以減少 體重的增加 那可以控制這個病態的肥胖 反映出來小腸在營養素的消化跟吸收上面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小腸的組織結構呢 如果我們這個把這個維系的結構拿來看的話 你會看到它分成突起的跟凹陷的這兩個部分 所以有一個平面的區域 有一個好像海平面的區域 那麼突起的部分我們稱它是絨毛 往下凹陷的部分就像胃陷一樣 我們稱它是有肌底的部分 那它的特點是小腸的肌底部分 也是一樣有快速新陳代謝的作用 所以細胞會持續的增生 現在在你的小腸裡面細胞是在增生的 然後增生的細胞呢 它就會開始排擠幾棟細胞往上移動 所以細胞流動的方向是在肌底的地方增生 然後慢慢的就是往上端移動 在這個移動的過程 這些細胞就會開始成熟 那成熟的過程基本上就發展出很多的消化酵素 還有吸收的機制 好 所以小腸表皮細胞 每兩到三天是持續更新的 意思是說好好的保養小腸的話 我們的小腸細胞基本上它的吸收能力 是長期都像新的一樣 那這是它的表面積非常非常的大 這個表面積怎麼來的呢 我們說小腸有皺褶你看得到 接下來就有絨毛的這個結構 這個絨毛不只一個細胞 你可以看到有許許許多多的小腸細胞 那把這個小腸細胞一個拿出來再看 你會發現這個小腸細胞面對長腔的地方 還有所謂的微絨毛 它的細胞膜做成很多像牙刷狀的 上面那個細毛一樣的微細的凸起 所以整個把它攤平的時候 基本上有這麼大的面積 是用來促進吸收的效率的 好 那在小腸裡面執行消化作用非常的多 所以消化作用基本上要把大分子 從食物來的大分子分解成為小分子 那還有兩類型的作用 一個就是機械作用 同學都知道 剛才我們製作蔬果汁的時候 那麼大塊的水果蔬菜要先把它打碎打小 那這個在我們的消化道裡面也是一樣 可以不斷的蠕動 攪拌 從胃就開始 那另外就是需要化學性的作用了 這些攪拌 蠕動都不會破壞分子 大分子依然存在 那麼需要化學性的反應 所以化學性的反應就靠消化液裡面的成分 那從胃部開始消化作用就越來越強 胃部有胃酸 它可以用來溶解礦物質營養素 然後使蛋白質變性 這些都是分解作用的預備動作 那在胆囊的地方 它可以提供胆酸跟胆鹽 胆酸跟胆鹽是肝細胞合成的 那胆酸胆鹽主要是跟脂肪的消化有關係 然後再來就是從小腸本身 胃本身 還有好幾個附屬器官都可以提供消化液 裡面還有很多的消化酵素 那這些化學反應的酵素就是把大分子分解成 小分子一定要有的成分 基本上跟消化有關的酵素可以有100多種 好 所以底下列出來 這些消化酵素它的來源 還有它分解的對象 我們從口腔開始有脫移線 那脫移線裡面就有澱粉酶 還有所謂的脂鹼酶 澱粉酶分解的對象當然就是澱粉 那脂鹼酶分解的對象就是油脂 那脂鹼酶對嬰兒特別重要 因為母奶裡面含有很高的油脂 那嬰兒從口腔分泌的酵素就會開始 對油脂做分解 那口腔停留的時間很短 所以這些酵素在胃裡面 還可以繼續進行作用 那胃只有一種酵素就是胃蛋白酶 它專門分解蛋白質 胰脹這個附屬器官 它所分泌的消化液呢 你可以看到 它實際上是多種酵素的來源 不只是分解蛋白質 也分解澱粉 也分解油脂 還有我們在食物裡面 各式各樣的成分 比方說磷脂質 還有跟著細胞來的動物植物的核酸 核甘酸核酸的分子DNA RNA 所以我們不必擔心外來物種 當作我們食物的時候 吃進去的基因會跑到我們身體裡面 去做任何的反應 因為這些大分子的東西都會被分解掉 然後再來就是小腸自己本身的 小腸細胞可以提供的消化酵素更多 那也是一樣 可以分解這些成分 小腸的消化酵素比較特別 是因為它是在小腸細胞的黏膜上面 它不是全部分泌到消化道來作用的 那它專門負責分解的是什麼呢 分解的是小分子的物質 也就是在腸腸裡面經過胰臟的酵素 把大分子的分解成中小型 幾乎接近產物的分子的時候 最後一關要進入小腸細胞 準備吸收之前的那個最後的步驟 所以小腸細胞上面有很多的消化酵素 好 那分解出來的產物 基本上這些小分子的 就是可以直接被我們的消化道吸收 從胃開始一直到大腸 大家可以用這個圖來看到 哪一段的消化道吸收的作用最強 胃部吸收的很少 但是很重要 它吸收水分還有酒精 那在十二子腸的地方 空腸 回腸這三段小腸呢 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營養素 不管是維生素礦物質 或者是氨基酸 脂肪酸等等 都會在這邊進行吸收 所以整個小腸是我們負責吸收 最重要的部位 那到了大腸以後呢 事實上大腸也有很重要的吸收功能 它繼續吸收水分 然後吸收很多的電解質 另外在大腸裡面 微生物分解的成分也在這裡提供吸收 所以我們也利用在腸道裡面 微生物產生的物質 好 大腸還有我們的消化道 它整個水分的吸收非常的重要 在這裡用一個資料給各位稍稍看一下 每天進出我們腸道的水分 如果你把它加種起來 其實它將近有十公升之多 把它加種起來有十公升之多 為什麼呢 你看看我們的唾液 每一次分泌的時候水分就流出來了嘛 對不對 那一天分泌的唾液可能有1.5公升 我們的胃液 我們的膽脂 疑 小腸液 這邊加起來消化道 從消化道流出來的水分就有7000毫升 那我們說我們還會喝水 口渴的時候會喝水 那飲食吃進去的我們通常建議一天吃2000cc的水 對不對 好 所以整個消化道的總量有9000cc 那你說那這些水都不好到哪裡去 假定這9000cc通通都排除出去的話 那我們這是腹瀉不止了 所以表示腸道有非常強的回收水分的能力 小腸可以吸收 它分泌出來的水分事實上都可以在 攜帶營養素進入回到血液裡面去 大腸也扮演很重要的吸收水分的功能 所以最後到了糞便裡面的水分的量 大概只有200毫升 超過的量就會引發我們感受到的腹瀉的結果 好 所以消化道水分平衡很重要 如果這個水分平衡破壞的話 就會產生脫水的現象 好 所以我們的消化道實在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吸收所有我們從食物裡面一定要獲取的各種營養素 如果消化道有疾病的話 那麼就很容易造成營養不良的問題 那為了讓同學對消化道的保健能夠多一些了解 所以我們介紹幾個消化道的疾病 那剛才已經說到了胃潰瘍、十二子腸潰瘍的這些問題 那接下來要介紹的是一個跟消化道有關的症狀 我們常稱它是乳糖不耐症 但是最重要的觀念是乳糖不耐症不是病 我需要跟很多的醫生講說 不要再說乳糖不耐症的病人 這不是病 那另外剛才也介紹了胃食道逆流症 然後我們最常碰到的生活裡面會看到的消化道疾病 一個是腹瀉 另外一個就是便祕 還有膽結石 那另外還有一些大腸發炎性的疾病 這些發炎性的疾病很重要 發生在大腸主要是因為他們會是大腸癌症的前兆 好 我們先講乳糖的部分 好 我們會使用乳糖 是因為我們是哺乳動物 人類屬於哺乳動物 哺乳動物的特點就是母親會分泌乳汁 來提供幼小動物的食物營養的需求 那什麼樣叫做乳糖不耐症呢 一般都是發生在成人或者是兒童青少年 就是年紀比較大的時候 那明顯的症狀就是吃了含有乳糖的食物 不管是牛奶或者是含有乳製品的物質 那15分鐘之後你會覺得胃部脹氣 開始想要跑廁所 那乳汁乳糖這是哺乳動物的特徵 所以對幼小的動物 基本上人類的嬰兒都會有乳糖酶 就是在我們的小腸細胞上面 那如果有小孩出生就沒有乳糖酶 這就是一個先天性的遺傳疾病了 這樣子的孩子就完全不能使用有任何乳糖的配方 他必須要有特殊的營養就是配方食品 來供應他的成長 所以我們談的乳糖不耐症 不是這種先天性的乳糖酶欠缺的疾病 成年人基本上全世界不只是只有華人 95%以上都是沒有乳糖酶的 你看這是不是很合理 你有看過自然界的哺乳動物人以外 成年的動物還吃乳製品的嗎 應該沒有吧 那所以乳汁基本上是為幼小的動物所設計的 因為他要耗費母親很大的能量 來合成乳汁裡頭所有的就是能量的營養素 那另外母親還要供應 從他的飲食裡面供應所有的維生素跟礦物質 他是一個非常寶貴的食物 那只給還沒有自己謀生秘食能力的動物 幼小動物來使用 對人來講也是一樣 所以嬰兒 幼兒通常兩歲以上 基本上乳糖酶就會逐漸的消失 自然的消失 兩歲以內 一歲以內 基本上都應該是有乳糖酶的 不會有乳糖不耐的問題的 但是全世界裡頭確實是有少數的 北歐白人跟非洲的族裔會有乳糖 乳糖酶可以持續表現的這種狀況 所以在全世界的有關乳糖酶基因的研究 會清楚的看到 那麼在北歐國家有一些白人是由成年以後 還可以繼續耐受乳糖 就是吃乳糖不會有問題的 那另外還有一群人是非洲的游牧民族 那他們用的不是牛奶 他們實際上會用駱駝奶 就是其他哺乳動物的乳汁 那所以乳糖基因事實上 他的表現跟過去環境有關係 那造成了基因上面 遺傳上面 有不一樣的表現 大部分的成年人都沒有 那所以我們要講乳糖不耐 他不再是一種疾病 那如果不耐要怎麼樣子的面對呢 那我們有幾種選擇 一個是我們知道可以分解乳糖的生物 基本上可以讓微生物來代擾 所以我們吃進去的乳製品 那乳糖不能自己消化的時候 就讓所謂的益生菌 比方說乳酸菌來做分解 那有些食品加工就先幫我們做了 所以很多的優酪乳 優格 他就是添加乳品裡面先添加乳酸菌 去進行反應 那這時候可以減少這些產品的乳糖的含量 並不會完全消除 那少量的乳糖可能對很多人都可以耐受 那這樣子可以來慢慢的適應 長期的這樣子的食服 飲用這種乳品或食用乳品的話 可以在腸道裡面養出一些 幫助你消化乳糖的微生物 所以你就不會感受到乳糖不耐的問題 那接下來有些人可能不喜歡 不一定這樣去培養腸道菌 所以我們要問的營養問題 就是一定要喝奶嗎 那我們喝乳品的要擷取的營養素是什麼 我們已經不是嬰兒了 我們需要的營養素 乳品裡面是優質蛋白質 可是我們知道蛋白質可以來自豆魚肉蛋 這一類的食物都可以充分的供應 乳品裡面比較獨特的營養素是鈣質 但是鈣質可以從蔬菜跟堅果 我們可以找到很多一樣可以含鈣的食物來供應 所以一定要喝奶嗎 你可以自己做個選擇 好 胃食道逆牛症剛才已經介紹過了 那接下來就要談腹瀉 那腹瀉可能是細菌病毒 或者是其他的疾病所引起的 他最嚴重的後果就是會消耗 使體內產生脫水的現象 水分大量的流失 然後也帶走了水分裡面的各種各樣的電解質 各種的離子 那這對小孩對老人 都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健康上的問題 那脫水的時候心臟腎臟的功能都可能失常 那嚴重的話會死亡 那所以休養的時候你只能休息 那一定要補充水分跟電解質 如果不是非常嚴重要到醫院裡面去處理的話 那我們休息之後還是要吃東西 過去的觀念可能會認為說腹瀉了 所以讓我們的腸道休息就開始什麼都不吃 那這樣子其實對腸胃並沒有好處 那可以食用各種的容易消化的食品 那什麼一定要補充水分 可是什麼樣的水分產品你不要使用呢 不要喝含糖的飲料或者是糖超過2%的運動飲料 當我們吃的食物飲料含糖高的時候 基本上反而會把水分留在腸道裡面 而抑制了腸道的吸收 因為我們吃進去喝進去的這樣子的含糖水分 基本上就成為是一個高滲透壓的產品 那所以反而會加重脫水的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在選擇腹瀉的時候的水分的補充 就要稍稍的加以注意 那另外一個極端就是便秘了 不是水分太多就是糞便太乾太硬 那或者是排便困難 那這個原因是為什麼 其實我們的整個糞便剛才提到了 糞便到了最後的大腸很多有用的物質水分 都要再吸收 然後水分就會慢慢的減少 殘渣就慢慢的形成所謂的糞便 那很多時候他就是應該自然的要做排除的 我們這樣說 糞便在大腸裡面停留時間越久 水分的吸收就會越多 所以糞便就會越乾 所以任何時候就是抑制了排便的衝動 都是讓糞便的水分減少的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那有一些食物確實會帶來影響 比方說我們會觀察到像一些抗胃酸的成分 還有補鐵的鐵劑 或者是我們的飲食裡頭殘渣太少 食量太少 那這些都會沒有辦法形成足量的糞便 來進行排便 所以最好的紓解方式就是要有充足的膳食纖維 那有膳食纖維的時候 一定要搭配充足的水分 沒有充足的水分的話 糞便就沒有辦法有水分來讓它變成 讓它柔軟 那所以膳食纖維要多少呢 20到30公克 然後水呢8杯到10杯 就是我們平常建議的2000cc 這2000cc不只是為了排便 也包括是我們身體本身的需要 然後要注意一下就是便秘的時候 有人用蟹劑用藥物等等 那也可以服用一些人工性的 吸水性的纖維成分 但使用的時候都要比較小心 你使用蟹藥的時候 長期常用一定要跟聽醫師的就是建議 那剛剛提到的膽結石呢 它的危險因子是什麼 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跟現代人有很密切的關係 當我們常常結石的時候 那麼膽汁就一直長期的靜止在膽囊裡頭 一樣的水分吸收就會造成裡面的物質沉澱 所以不吃東西 膽囊收縮減少 那膽汁的流通減少 也會是一個膽結石的風險 然後對女性來講過重肥胖 會增加膽結石的風險 年紀大的人這種風險會比較高 那我們的飲食習慣改變 代謝有些變化的時候 膽汁的成分會產生改變 好 所以快速減重 長期結石 然後肝臟一下子代謝大量的脂肪 也就是我們的油脂攝取很高的時候 然後這個時候都是膽結石的危險因子 所以有這些疼痛的症狀 那你要預防什麼 基本上不要結石 不要快速減重 然後你可以多吃植物性的食品 不要有大量的膽固醇跟油脂 那增加纖維的攝取 這是很重要的保健的措施 所以我們關於消化道的健康 還有它的一些常見的疾病 以及比較保健型的對策 那我們就介紹到這裡 我們先去看看 對策略的膽固醇 我先向下說 對策略的膽固醇 我會再說 我會再說 因為你會再說 那邊 我們先來 感谢观看